昨天有一個病人來 他是用Modified Natural Cycle 因為他以前用FHRT 子宮內膜要嘛就積水 要嘛就是像那個防空洞一樣 一個洞一個洞 就一直沒辦法直入 後來我們這次用 打排卵針Modified Natural Cycle 他子宮內膜很漂亮 三條線 那我以前操作這個自然周期 我的印象中 它的防體式是六七式 像法官黃法官他就是積水 然後用內袖摔口 第十二天只是浪費 剩了一個男孩子 那這個Case很奇怪 黃體術抽出來竟然是六點七 那問題是 這是一個最新的 不因你決議期刊 他跟我的困惑是一樣 他說黃體術到底要多少 是一場捉迷場的遊戲 到底多高 算夠 多低 算危險 那過高會不會有危險 這個大概 不要說我 連你們大概也是 疑問大概也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答案 每個被問到都是臉上三條櫻桃小丸子的線 那這裡是一個總整理 大致來講有幾個共識 第一個 不夠是絕對不好的 會影響懷疑力的 那你說那猜疑是什麼叫不夠 十 就是說血液中 可是你德胎農 Defastone跟快異農 放到子宮內末 到底子宮內末是多少 那到底 德胎農吃了老半天 你吃十顆一顆 血液中測不到的 那快異農一條三 兩條六 三條九 一條貢獻血液中是三六九 可是差不多子宮內末 那子宮內末到底要多少才夠 3.14 3.14換算成血液大概是10 也就是說你血液中10 大概子宮內末是3.14 那太高會不會有問題 終於找到一篇是 最好不要超過30 就一篇而已 就超過30是有害的 那我們的病人常常是 悲悲悲 又是吃德胎農 塞胯農 打針 那為什麼有的是 各位是 有的人是67 昨天就有一個67 那這個就有邪問了 就是說 個人的體重 抽菸 會影響到黃體素 那你說抽菸就黃體素下降嗎 顛倒 抽菸的人 他的黃體素吸收率特別好 很奇怪 然後體重重的 就像你所想像的 就是體重越胖 他的黃體素就越低 因為他分布到每公斤的黃體素 所以總結 我們之後給的黃體素 大概 這個是 黃體素是植入當天或前一天 如果是十到三十是OK的 不要第一十 那最好也不要超過三十 那我們目前這樣的一個 德胎龍一天三顆 快龍一天三條 打針 每天打水針或油針 大概都是在二十幾左右 有時候是十幾 有時候我們很緊張說 昨天有個十六的 我們就補打一針 如果做到這個研究 是可以不用的 就是十到三十是OK 我以前都做到二十二到三十二 那是有一篇研究 那你說那病人 這樣給 跑到六七十怎麼辦 沒辦法 因為他的吸收能力是超強的 也不曉得他是抽菸還是瘦巴巴的 那總之 影響黃體素抽血的變數太多了 他的體質 他的吸收程度 他的抽菸 所以我看到這個抽菸會增加 就抽菸他的吸收率增加 這個 他自己也說 這個機轉到底怎麼回事 他也不知道 這是一個 今年八月一號最新的期刊研究報告